又轉身發現 Elva,今天為何這麼好 帶我來玩跳彈床 你別以為跳彈床 只是跳上、跳下這麼簡單 其實跳彈床可以有很多不同的花款 還可以瘦身 那麼好?不如馬上請教練Dicky 來跟我們講解一下吧 你好,Dicky,你好… 我想問彈床的運動是何時開始有的 其實彈床在1980年已經流行 在美國方面已經流行了一段時間 而最近在歐美又再協調 其實彈床運動跟平時的彈床運動 有甚麼分別呢 平時的彈床,過往的彈床 可能是一個彈床拉出來 但我們這個設計是藏起來的 首先,在踏步方面 架子不會真的移動 而第二個方面,在技術上 那方面會訓練到平衡和不平衡的狀態 在交替之中 對於你們的股部,即是腹部的肌肉 就會用得更多 而且我想問 因為是不平衡跳的動作更多 除了下身的肌肉之外 可以訓練到上身的其他肌肉嗎 當然是可以的 除了在上面不停跳之外 你可能做一些推動 或是自己舉起身體重量的動作 我們也會練到上身 有份額頭髮嗎 我也是 我馬上示範機的動作給大家看 好嗎 好 好,我首先教你們一些 最基本的動作 第一個動作是用股部和腳為主 好,第一個動作 就是慢慢把左腳的股頭膏 放在右腳跟著上 左腳踏上 右腳踏上,對 好,嘗試慢慢的 身體作出擺動,臀部 對,撐住 嘗試再加快一點 對,再做三下 1、2、3 好,看見大家都可以了 嘗試高級 雙腳慢慢跳下去 不要讓自己彈得那麼高 好,當可以的時候 然後用雙手抄上去的時候 然後跳 好,嘗試慢慢下 好,抄 跳到了,大腿 好 而且股部在用力 嘗試連續三下 好 好,看到股部嗎 是 好,下一個就是集中招呼 我們嘗試慢慢坐下 可以嗎 好,踢了之後 雙腳夾緊 提起離地之後 雙手慢慢畫圓圈 對了 當你們說畫圓圈 你會感覺到有個動力扯起你們 如果可以,嘗試慢慢向左轉 會轉 對,你看 如果可以,右轉 右轉 嘗試右轉 開始可以了 開始 好,前方在中間 可以嗎 好 好 再接著來 好,做一做一個上伸 好,雙腳在浴槃上 好,雙手平放 肩膀那麼闊 然後把盆骨慢慢拉下去 成一個直線 然後吸氣 呼氣上 走吧 你們應該要感覺到 肩膀 還有你的順身 用力 當然如果開始感覺到可以了 加大難度是怎樣的 把雙腳提起 對,下 但同時之間 腹部要收緊 儘量雙腳不要提到那麼高 如果要提高 那我們的雙腹就會拉鬆了 輕輕一點 對,好 轉腳,再做四下 對,四 三 二 一 好的 剛才過往的三個動作 會鍛鍊到肩膀、上伸 下伸也能把肩膀 剛才我們做了上伸的肌肉 跳的時候 我們用到腳和肩膀是最重要的 但我想問是否協調性比較重要 因為我做了一個轉圈的肩膀練習時 其實我看到你是向左邊轉 但我這樣轉的時候 因為我的手是這樣玩 我又很想去右邊轉 反而好像是一個協調不到的動作 我要強迫自己向左邊轉 我覺得這是一個跳門或比較難的地方 為何會有這件事發生 第一,他未必經常玩 第二,過往日常 人們集中了一些單拍的肌肉 而不是全身一起協調 即是一組組合 這些都是功能的訓練 例如剛才的動作 為何要打完一圈 就給自己一個動力 以及叫自己的手抽向上的時候 就要呼吸我們的肌肉 用力… 然後要靠你全身一起 給它一個轉圈 它才可以轉動你 如果你想向左方方向右 就是你的肌肉暫時還沒聽到 可能他更加稱讚 女生比較弱是比較正常的狀態 但他比一般女生已經厲害 因為能夠起動 有很多女生連起動也未必能起動 所以其實是全身體的運動 今天真的很感謝Dicky 想不到這麼簡單的動作 但我們做起來已經很累 真的很好玩,謝謝 謝謝…